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 昨晚在海安路举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包含着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都到常立庭 不过在这会场外 激进党的多位议员候选人聚集 焚烧国民党其抗议 过程中这现场维持秩序 第五分局的分局长为了扑灭火势 手臂还轻微的烧烫伤 对此这台湾激进党选将激烈举动 也引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满 批评说这是台湾民主被割 这台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 谢龙介肇事场合外 台湾激进的议员候选人 喊口号情绪激动 竟然有人拿出喷枪烧棋子 警方看状况不对立刻围上来 但下一秒国民党的党旗 瞬间烧了起来 人群中冒出火光 还伴随着尖叫声 警方试图用脚把火踩洗 接着赶快拿出灭火器 现场一片混乱 灭火器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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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要离开现场 今天是往后来的 好不容易将火扑灭 但现场带队的第五分局 分局长洪鼎力 手臂却被烧伤 还好伤势并不严重 担心冲突扩大 警方立刻举牌 将激进党的人员驱离 突然拿出一场之国民党 党旗来浑烧 飞长洪鼎力 一起率九力持灭火器 当场地铺灭 隔天激进党的议员候选人 也到警局道歉 但街头放火烧旗 这离谱行为 不但造成公共危险 也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相当不满 民进党培养这些彻翼打手 来造成台湾民主的倒退 真的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动 对于我们未来的选举来说 对激进党本身 对台湾社会的和谐来说 是完全毫无任何的道理的 我来了解一下 这个整个情况 我不是那么清楚 太好分局长只有手臂轻微烧烫伤 并没有大碍 不过台湾激进的议员候选人 过于激烈的举动 引发外界谴责 也让抗议的诉求失去焦点 记者杨文华台南报导